就是把剛剛的那個樞紐分析表 錄製完加上樞紐分析圖 兩個結合在一起 然後最後記得 你就可以在主程式裡面 這邊其實可以再另外再加一個 叫做什麼 SUB 就是這個的歷年切到折線圖 那再用call的方式 去call剛剛樞紐分析表 也就是先畫好表 再去匯這個圖 那兩個把它結合在一起 就會是這個歷年的切到折線圖了 利用同樣的方式 因為我們還有什麼 這個比例有沒有 那個圓形圖嘛 所以一樣你可以先錄製 這個各區的比例圖有沒有 把它先錄製完之後 再做出這個各區的比例圖 OK 那如果你還有時間的話 甚至你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資料裡面 錄接到裡面前10名的 也可以繪之紙條圖 那最後的話 可以把這個按鈕放這邊 你可以最後 我是希望看到的結果 類似像這樣 本來是沒有好了 OK 然後你可以直接按下它之後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這個折線圖 秀出來 然後各區的比例圖秀出來 大概是這樣OK 所以請各位後面部分試著做做看 我有把我剛剛做完的那個 這個程式一樣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剛剛那兩段 甚至比例 這個什麼 各區的比例圖 其實這邊我是多一個底線區 OK 所以做法其實都差不多 應該沒什麼太多的改變 應該沒什麼太多的改變 其他可能會比較注意 就是炸開的部分 因為可能要把那個什麼 中山區把它移出來 可能要多增加這兩行 先選取你要拉開的 然後再把它往外拉 其他大致上都差不多 OK 好 那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的話就先講到 這個樞紐分析圖表的自動化部分 OK 請各位回去再花一點時間 把這個樞紐分析圖表的自動化 試著把它完成 那基本上我們有 這個 今天要產生三個欄位 對不對 就是年的部分 折線圖 然後各區的比例圖 這兩個是必要的 但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你再把那個 路接到的那個 前三名 如果也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更好 OK 好 試試看 今天的話 原則上我們 就先講到這裡 OK